保障幼童健康,減輕家長負擔 好,本週又適逢母親節 參加家庭聚會的親子活動一定會增加 那依據疾管署現在的監測資料 上週4月28到5月4號 國內腸病毒的門診 就診就有16,240人 較前一週14,316人 上升了13.4% 我已經創了10年的新高 10年的新高 全國上週總計停課停班的班級數 已經達到了167班 近一個月全台已經有552個班級停課 我要跟大家講台中也算是重災區 那我們當然 所以今天有這個廖偉翔委員 黃建豪委員 屬於我們台中的 我們來為台中發聲 當然呢,我也有受害者啦 就是我們的林沛祥委員 他自己呢,還一直才剛得肠病毒 所以我想這個目前疾管署監測 長病毒以克殺期A型為主 其中一引起嚴重的症狀 以長病毒A71型 以及D68型 大家知道這個71型 自費多少錢 大概4千 4千元 那對家長來說 4千這個疫苗 並不是一筆小的開銷 而且 而且 一場牌不同 有打2到3劑的 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 那 我先不講其他的 我就以我自己來說 我們先看一下圖片 這個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目前 一個六歲 一個五歲 一個 一歲 大概六個月 那 我們可以看到 我的孩子 這只是第一頁 不好意思 出生滿 兩個月 倫狀病毒 水痘疫苗 以及百日咳 自費13架 肺炎戀球菌 B型 腦髓 磨的一個 一個 鹽的疫苗 還有分 第一劑第二劑追加劑 我們第二張 來 還沒有打完 因為我的孩子 才一歲六個月 來 繼續看 麻疹 水痘 以及13 這個剛剛有講過 肺炎戀球菌 A型肝炎 日本腦炎 以及那個 流感 流感幾乎固定都要打 我們再第三張 好 第三張還沒打 但是這是未來準備要打 像我六歲的孩子 都已經差不多打完了 可以看到 流感疫苗也很多 齁 以及這個 白猴破傷風 非細胞 白日咳 他還有一個 五歲要打 卡借苗 那很多人會講啊 這個 這 還有一頁嘛 對不對 再來 我總共四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孩子 要打的這一個 疫苗 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要跟所有的 不管是家長 來做一個分享 我們都是 一樣有共同感同身受 總共有七種公費疫苗 有三到五種是自費疫苗 但是但是但是 光公費疫苗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家長 會對於比如說流感疫苗 有公費的 但是很多家長 為了自己的孩子 寧願自己少吃一頓飯 多兼一些工作 都希望孩子能夠打到自費疫苗 品質更好 所以 這些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我就是當事者 累積下來的金額 從孩子出生到六歲 評估大概要三萬到五萬塊的一個支出 我們更希望 不管總統候選人 不斷的提出 要給所謂的新生兒 這些年輕家庭 這麼多的福利 有的人甚至講到 生一個孩子給一百萬 但我們更希望 現在是不是能夠 就我們疫苗的這部分 能夠趕緊給予相關的補助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今天所講的 腸病毒疫苗公費 能夠來提供 那最近又到腸病毒的流行期 那根據我們疾管署的資料 自四月中以後 全國腸病毒的急診人次 已經連續三週 突破流行的預指 也就是原本預估的最高人次 大概是一萬一千人次 但是現在已經從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五人次 上升到一萬四千三百一十六人次 上週更是來到了一萬六千兩百四十人次 所以可見現在的這個腸病毒的情況 是非常的嚴重 那依照往年的經驗 每一年大概是六月以後 會來到所謂的高峰期 那從現在的數字來看 我擔心今年的高峰期 不但會創新高 而且流行的時間也有可能拉得更長 那尤其是我們腸病毒的 A71型的傳染力非常的強 很容易引發這個幼童的神經病發症 那疾管署也在新聞稿裡面也說過 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更是這個腸病毒重症的高風險群 而且這個重症的併發過程是非常快速 但是如果有接種A71型的這個疫苗的話 就能夠預防我們幼兒 因為感染而造成的重症風險 那目前我們國內有兩家疫苗廠 已經有自主研發出這個腸病毒的A71型疫苗 也取得了藥症在這個市面上販售 目前但是目前民眾有需要的話 都只能夠自費接種 而且每一劑的價格也並不低 每一劑大概是4000到4300 而且完整的話要接種就是2到3劑 也就是說必須花費8000左右 8000到1萬2 那對於一般的家長都已經是不小的負擔 更何況對於這個弱勢的族群 那也因為這個疫苗接種自費的金額不低 費花費不低 所以我們在地方上 不管是跑行程或者是遇到一些年輕的父母 或者是很多民眾都會陳情 希望說政府可不可以 將這個腸病毒的A71型 納入我們公費補助的聲音 那目前呢算下來如果是說 大概是6歲以下 5歲以下的幼童 大約是全國大概是80萬人次 那如果開放這個部分來施打的話 如果用它的成本 用這個自費的費用去算 大約是65億左右的支出 可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是用公費去採購的話 大概成本 成本大概只會剩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這樣子的政府開銷就可以減輕 全國人民這個對於育兒的負擔 所以呢 我也強烈建議 我們衛福部應該要儘速責成這個ACIP的會議 也就是傳染病防治諮詢會 預防接種會議召開臨時會 我們希望 我們呼籲 我們的衛福部應該儘速召開 把這個強病毒的A71型疫苗 納入公費施打範圍一案 來納入討論事項 所以我們希望保障幼童的健康權益 也要大幅減輕我們家長的經濟負擔 以符合人民的期待 也就是保障幼童健康 減輕家長負擔 我想這個所謂常病毒流行的高峰 是不斷的再創高峰 因為這個記者會其實去年 我們在台中也曾經開過一次 那當年 我們的那個人數 在去年的8月的時候來到高峰 去年的8月高峰是一萬 大概一萬三千人 本週 那同一週裡面最多的比例大概一萬三千人 是去年的高峰 但是我們看到 今年現在才5月 4月底5月初 我們的病例已經一週突破一萬六 而且持續的往上成長 也是疾管署認為 正在大量這個蔓延的狀況來發生 所以去年的時候 第一次我們提出來這個常病毒議題的時候 疾管署的回應是 因為可能在前幾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沒有大量的人流的接觸 所以小朋友放出來之後 到學校裡面沒有免疫力 所以這叫做反饋的問題 所以說比較多人生病 但是我想經歷過去年 經過這兩年疫情解封之後 今年持續的讓常病毒往上走 而且流行的D71型 我想也是我們現行疫苗 能夠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再次的希望 也呼籲衛生署 我們的衛福部跟疾管署 能夠把這個疫苗 常病毒疫苗 列入公費疫苗 讓多數的家庭 能夠 不用 可以 可以把這個費用來省下來 因為零至五歲的人口 近幾年來 台灣最近這五年來 零到五歲的人口 大約在一百萬人左右 那如果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夠打到疫苗 我想這個預算最多最多最多一百億 我想對於整個國家的財政來講 也是有足夠支援的能力 所以我們也呼籲說 希望能夠把這個數字 能夠壓下來 就是能提供更多的人 能夠來施打疫苗 那另外我們也提到說 依照目前的趨勢 全球各地 也亞洲鄰近的國家或地區來講 除了台灣之外 隔壁的日本韓國 中國大陸跟香港 它的數字也都是持續在上升 都在這個禮拜以內 也都是突破了往年的高峰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要預防的是 這長命毒 會不會在零至五歲這個階段 成為一個全球大流行的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說 台灣的政府 我們能夠提早的因應 讓年輕的家庭 讓小朋友 能夠施打到 這個公費疫苗 把這個疫情 能夠把它壓制下去 謝謝 不敢說受害家長 只是說剛好 我小朋友現在 再過三天 我們家小朋友三歲 所以他得病的時候 差不多是去年八月份的時候 就是天氣最熱的時候 那我們家應該兩個是雙胞胎 所以會互相感染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小朋友得到長病毒之後 你不可能收到幼兒園 所以你就必須 把他們留在家裡面照顧 那我變成是說 我們那時候 我們在選舉的最後的那個時段 差不多五六天 我整天沒有辦法跑行程 然後就陪在家裡面 陪著小孩子 因為他會痛 兩歲多還不太會講話 會痛 會哭鬧 然後嘴巴會破 會爸爸媽媽 那時候 以一個父母來看 是會很心酸的 就恨不得說 趕快把他治好 那我記得 就是在庭委昨天 說要開一次記者會之前 剛好早上 我老婆說 我們要那個小朋友 現在要打長病毒疫苗 你要不要從哪裡去打 我說當然要打 他說 可是一劑四千塊 我說一劑四千塊要打 要打兩次 還是打 那我們兩個加起來 就一萬六 其實對於我們來 對… 我們不只是說 對於一個成年人 一個在上班 算是遊靈 算是白靈階級的人 算是個不小的負擔 尤其對一些年輕父母來講的話 這一萬六可能一下就去掉一個人 一半… 一半的這個 一天的… 一半一個月的工資 所以在這邊會覺得 以一個父母來講 一個新生兒的父母來講 我覺得 如果在這邊的話 能夠幫他們減輕一些負擔 我覺得這是很有必要的 那另外一方面 是從立法偉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其實是很清楚的知道說 台灣是個小子化很嚴重的國家 變成說 不只是只有我們幾個認為說 每個小孩子出來都是爆 而事實上每個小孩子出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 這小子化能夠減少 我們希望說 小朋友我們的年輕一輩 可以幫我們多創造人口紅利 但是我們… 當我們的候選人 當我們當初的準總統 提出來一項又一項的這個 說…剛剛廷偉講的 一個小孩子一百萬 但是比較確切地 去幫他們生出來小孩子 能夠保住他們的健康 至少說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的年輕的小朋友 我們小小孩 至少不會哭著鬧著 跟我說爸爸媽媽媽好痛啊 這樣我們就會覺得 就是讓我們… 不要覺得說 自己父母會覺得這很需要 就算旁邊看的人 就覺得這個是 我們實質上 對父母… 對應我們下一代 對我們形成很重要的事情 因此在幼兒的這個… 就幼兒的這個… 按那個衛生… 公共衛生安全… 安全政策上面 我覺得在把這個 腸病毒的疫苗 納入公費 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其他的疫苗 當然跟廷偉講的一樣 我也認為說 如果國家… 不要說什麼 零… 零歲到… 零歲到六歲國家一樣 而是說很實質的 小朋友出來 國家有保障 幫你… 幫你盡量保住孩子的健康 我覺得像這樣的承諾 會對我們父母也好 還是對我們立法委員也好 會是比較實際的一個想法 以上